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保安妮 今天要恭喜巨星鬥哥 對 謝謝 入圍金鐘獎 哎唷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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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覺得誰最不會得獎 最不會得獎 對 因為剛剛大家都問你說誰最會得獎 最不會得獎就是 沒有入圍的你你你你你 什麼話好像講壞了 你好壞了 Sorry sorry 開玩笑了 我覺得入圍就是很棒的肯定 但是沒有入圍其實也沒有什麼 因為其實節目只要做下去 然後只要一直持續 就有一天也就會被大家看見 嗯 就是一直持續做 然後不斷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做了三四十個節目 才入圍過這麼一兩個節目 不是很可憐嗎 你很愛喔 對啦 新的節目 有鬥哥沾光 我這麼可愛 這個節目我們十月底 就跟大家見面囉 在東風衛視 然後週日跟週六晚上11點 對 希望到時候可以讓 因為我跟邦尼是第一次的合作 也希望在這個節目上 讓大家在家愛上邦尼好不好 好好好 跟邦尼一起主持節目 其實是人生第一次嘛 那非常幸運 然後也 而且終於這麼久 沒有搭到這麼漂亮的女生 絕對非常的開心這樣 然後這種 而且我們畢竟在節目上 有不同的分工 因為他其實邦尼是一個 非常有想法 有個性的女生 然後又長那麼高 那麼漂亮 那麼白 然後我就是負責醜萌的部分 就是 你是可愛的部分啊 就是我在他旁邊 他根本就不用穿高跟鞋 他才不用特別把臉畫的白 就在我旁邊就會顯瘦 顯白又顯高 然後所以 又顯得臉小 所以 你要珍惜這樣的工作 好好好 我快 那因為這個社會 你知道太多負面的消息了 所以 這一個節目就是想要 有可愛的一個氛圍 就是很任性 我就是這麼可愛 其實我一點都不可愛 我是走酷的路線 但是 我就是這麼可愛 唉唷 自信 我哥入圍集氣得獎集氣 屁啦 真的 講一下感言吧 感言喔 沒有啦 當然就是很高興啦 因為是我第一次主持兒少節目 然後 欸不是不是不是 先不是第一次耶 對 我重新講 好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我第一個節目是什麼 我都會回答全民大悶鍋 或是住左邊住右邊 那其實事實上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有主持東森悠遊台的一個兒童節目 叫做小小弟弟弟家 只是那個時候我還比較納豆 那個時候是我本 所以我主持完那個兒童節目 然後我其實在大學的時候 有演很多的兒童劇 那 可是後來進演一圈之後 好像就跟這個緣分就稍微斷掉了 那繞了一圈 居然 也有這個機會可以主持到兒少節目 然後這一次可以入圍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 很像找回一個初心的感覺 就是 特別開心 然後好像 就是因為像我 因為當時製作人在找我要主持 這樣的兒少節目的時候 其實 收到很多質疑的聲音 就是說 大小說 欸 納豆的形象跟兒少合吧這樣 那結果 有這樣的結果 那我真的非常謝謝那個團隊 非常認真的 就是我們短短半個小時的節目 我們又要出外景 又要上山下海 我要去配音 然後還要棚內 還要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在做的時候 就覺得很辛苦 可是有這樣的成果 就是真的很謝謝 會覺得自己的勝算嗎 因為有小兵這些資深的入圍者 還有心靈啊 對喔 彥均這一些 哇 勝算有多大 我覺得在兒少的世界裡面 我們沒有在講勝算 才這件事情 沒有啦 因為能夠入圍就已經很開心了啦 還不敢去想那麼後面 因為我真的 我還沒有特別去看說 跟我一起入圍的有誰 但你剛剛講了 你知道我覺得就是 我希望可以打敗他們 你覺得最大的勁敵會是誰 最大的勁敵喔 對 都很厲害啦 因為其他我都有看 就除了一些還沒看完的 大部分都看 那我覺得 最大的勁敵應該是評審吧 不知道評審到底喜不喜歡 對啊 然後我會擔心評審 一直想要給那些 我們戲裡面的狗狗貓貓 我們戲裡面的狗狗貓貓 得見 所以我只是安慰獎 你知道嗎 不會耶 如果得獎之後 會想說 得獎跟女友求婚之類的嗎 這太俗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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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如果沒有人做過 我可能會考慮 但是 對 有人做過就算了 算了 對 第一次跟納豆 我覺得 他做我功課做到 整個晚上都在冒納豆 你已經解救過 你跟同學賣納絲嗎 有 我大概有看 你那個手指變得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因為我知道要跟豆哥一起主持之後 我就開始一直研究他的東西 研究到我昨天晚上 那四個小時真的做夢 夢讓他變成鬼 趴在我後面 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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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整個晚上都是你 對 越來越長 第一次主持有精彩的事 對 下的服務都變白了 對 原本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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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很黑的 對啊 我原本在東東 在沙漠裡面 心裡面覺得很踏實啊 因為是跟豆哥 可是我的身體告訴我 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MC已經來40天 什麼 對啊 這不能怪我了吧 對啊 壓力太大 對啊 不過就是很開心 一老就問他說 你曾經睡得好嗎 他就說 只睡了四個小時 可能一直夢到我 然後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做很多文工 把我 什麼什麼都看我 人生 生品都看我 所以我就說 我的告白是要麻煩你主持 他可能最了解我的人 幹嘛追 對 看我 到底看了我什麼 就是 所有的他的綜藝節目啊 然後他的哏 什麼丟啊 什麼接啊 跟電影啊 所以這40天 已經把他所有作品看完了 就是盡量能看都看完 然後有一點愛上他這樣 哦 哇 我們就走這種 越挖越深越愛那種 哈哈哈哈